卡西茄大家有听说过吗 这个季节呢 它的果实就像一粒一粒黄色的小番茄 非常的诱人 但是大家要注意 这种果实呢 它并不能吃 因为有毒 所以今天我们有必要要认识一下 以防万一平时在野外碰到 你还以为是美味的野果 那走我们现在就一起去认识一下 今天就在这个山边的这个路旁这边 哇 发现了这个一片 大家发现没 就是这个果实结得黄黄的 现在让我们走进去瞧一瞧 哇 好诱人的果实 像不像一粒一粒黄黄的小番茄 它的学名呢叫卡西茄 是茄科 茄鼠 直立草本 或者亚灌木植物 这一株呢长得还比较小 看着并不高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这个长相呢很奇特 它的全身上下呢 都是刺 叶子的这个正面 还有这个背面底下呢 都有很多的刺 就像时刻在提醒的人们 离我远一点 不然我会伤害到你 它的花呢很特别 是开在这个野外的 而且呢就开在这个金上 开这种白色的小花 很漂亮有没有 这几朵呢是它还没开始开放的花蕾 它的果实长得很特别 没成熟的时候 看着呢像个小西瓜 小时候不懂第一次看到这种植物 还以为是什么美味的椰果呢 因为它的果实啊 成熟了以后是这种黄色的 看起来非常的诱人 虽然它看着很诱人 像黄色的小番茄 但是大家要注意了 它呢并不能吃的 因为它的果实 它的全株都是有毒的 它含有生物碱毒 所以说我们平时在野外的时候 尤其是有带着小朋友 千万不要让小朋友呢 误实了 尤其呢是这种没成熟的 它的毒性呢比较大 它的果实虽然有毒 却也是民间一味常用的药材 它呢其实是一种 外来的露青品种 并非我们中国本土的 它原产的是在印度的喀西区 它比较喜欢生长于路边 灌虫荒地草坡等等这些地方 大自然真的是很神奇的 在你们的家乡 还能见到这种植物吗 大家都是怎么称呼它的呢 欢迎朋友们一起来分享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植物知识 大家可以关注我 下期给您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 我是朗朗 我们下期再会